李前總統的辭職 是台灣社會共同關心的大事 再一次表達最深切的哀悼 出席資本市場論壇 總統蔡英文一開口 先悼念前總統李登輝 李前總統是世所周知的民主先生 他帶領了台灣 以民進革命的方式 走出威權 邁向民主 至於行政院長蘇貞昌回憶 39年前踏入政壇 第一個碰到的就是李登輝 我有非常多的機會時間 和他相處深談 並他旁都看出他心悉台灣 府院高層雙雙致意 但其實蔡英文和李登輝 在政壇的關係情同父女 蔡英文也被視為是 李登輝兩國論的繼承者 2012年蔡英文參選總統 李登輝就算剛動完大腸癌手術 打破沉默 第一任的民選總統 乃至於本黨的黨主席 那之後呢 也離開了中國國民黨 他的功過等等的 這也應該留給歷史來做評價 一句功過交給歷史評判 也道出國民黨內 對李登輝複雜的情愫 民主之父李登輝 此事藍綠一冷一熱兩樣情 懷孕新聞林志鵬亦麗亭 台北報導 你 你 你 谢谢大家